男女床上房事 男女床在进行性生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法,性生活前到底该做哪些准备。 总的来说,以下四件事不得不做,以创造舒适的环境,舒适的环境,宜人的氛围,可以让人安享一场安全、放松,甚至酣畅淋漓的性生活。 如何打造一个适宜的环境? 大家不妨试试以下几招。 一、选择舒适的寝聚。 寝聚对于任何人而言都非常的重要。 但是,要想睡得安稳和舒适,寝聚的品质方面是挑选时不容轻视的部分。 应该选择软硬适中的床垫、干净整洁的被单、高低恰当的枕头、清暖舒适的被子等。 二、调控卧室的温湿度。 室内的温度基本上保持在18至22度之间是比较适合的。 相对的湿度应该设置在40%至70%之间。 也要分为不同的季节。 比如夏季,室内温度大概维持在25度左右。 相对的湿度就要在50%就比较舒适。 而冬季空气比较干燥,相应的室内温度可以达到22度。 而湿度控制在60%至70%之间。 三、保持空气的流通。 无论是冬季未保暖,还是夏天摊凉快,都不该紧闭门窗。 否则会不利于室内二氧化碳和其他有害气体的排放。 因此,建议给卧室的门窗留条小缝。 不过,如果家里上有老、下有小,性生活前最好关好门。 否则,如果被无意中碰见,尴尬是小,给大人和小孩造成心理影响失大。 临床上发现,男女间的亲密行为被突然打断,可能会让男性产生阴影,从而导致不举。 四、选用合适的光线。 无论是从性生活的角度,还是睡眠的角度来说,卧室的光线都一暗不一亮。 一般来说,男性喜欢开灯活动,女性喜欢黑灯瞎火。 这是因为,男性视觉容易激起性欲,而女性的触觉容易激起性欲。 总之,开不开灯男女双方自己协调,但一定要选暗一些的灯光。 此外,建议关掉手机、iPad、电视的屏幕,因为电子产品发出的光源会让人难以放松。 五、调整卧室的色调,卧室的内色彩以宁静舒适为宜。 一般来说,选用窗帘、被套、床单时,冬季可用橙红等暖色调,夏天可用浅绿、浅米色的冷色调。 这些多有利于人们放松心情,尽快进入状态。 二、洗澡,无论男女,只要其外生殖器有霉菌感染,都可能通过性生活而相互传播。 就男性来说,首先,男性肛门周围汗腺发达、褶皱多、极易窝藏细菌、汗液、大小便等。 其次,男性包皮是霉菌的理想生长部位。 其中,包皮过长者更易发生霉菌感染,时间久了还会形成致癌物包皮垢。 因此,如果男性不注意私处卫生,不但会危及自身健康,引发阴囊炎、包皮炎、骨血、甚至阴经癌等疾病,而且会通过不节性生活,将细菌、病毒、污垢等带入女性阴道,从而导致阴道炎或使其阴道炎复发,甚至宫颈癌。 而对女性来说,首先,女性会阴部、汗腺丰富、汗液分泌多但常年密不透风、相当潮湿、极易滋生细菌等。 其次,女性的尿道口离阴道和肛门相当近,因此女性外阴处也是细菌、大小便等的温床。 因此,这些病菌等很容易透过性行为或不当的卫生习惯进入阴道,导致阴道炎等,或使经由尿道进入膀胱。 造成泌尿系统感染。 当然,这些细菌等也能通过性生活而殃及男性。 所以,在性生活前,夫妻双方务必要先用温水洗澡,尤其是清洗外阴,以防引起感染。 3.避孕 如果伴侣双方没有要小孩的打算,那么过性生活前必须要注意避孕。 避孕的方式有种类繁多,效果也不尽相同。 例如,有常见的带避孕套。 吃避孕药,上环,结扎等,也有较为少见的皮下埋植剂,避孕针等。 对于男性来说,带避孕套是一个既简单直接,又有效理想的避孕方式。 另外,有必要时,结扎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,因为它让人无后顾之忧,再也没有避孕的烦恼。 而对于女性来说,可以根据自己所处的不同人生阶段,选用合适的避孕方式,比如,疫情旅或新婚女性,有潜在的生育需求。 建议,选择方便,不影响近期生育的避孕方法。 例如,口服短效避孕药,避孕效果好,且不影响性生活。 二,哺乳妻女性,不能影响乳质质量和婴儿健康。 建议,带避孕套是哺乳妻的最佳避孕措施。 另外,可考虑放置宫内节育器,但此时上环一定要选择有经验的医生操作,以防子宫损伤。 三,生育后期的女性,已经没有生育打算。 建议,选择长效、安全、可靠的避孕方式,比如结扎。 四,绝经过渡期,仍有排卵受孕的可能。 建议,使用避孕套为首选,也可选用避孕栓、凝胶。 需要提醒的是,宫内节育器应该在微绝经期取出来,最好在完全绝经的半年内取出。 当然,大家也发现了,不同阶段的女性避孕时,也要男方的配合。 最后说一句,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些不靠谱的避孕方式,比如安全期避孕,体外射精和事后清洗私处等,大家就当妄则妄吧。 四,做好前戏。前戏是性生活的开关,是决定性生活质量的第一步,对于男女都不例外。 前戏的作用并非挑起欲望那么简单,实际上它还有以下好处,可以让双方从精神到肉体,都做好充足的准备,为下一步做好完美的铺垫。 男女都存在性敏感区,也都需要适当的前戏才能进入良好的状态。 前戏会让性生活赋予变化,让彼此更享受性爱的过程。 前戏在一定程度上能彰显一方对另一方的态度。 这有助于感情升温,互相为对方提供高品质的前戏,双方才会得到更多的愉悦感。 例如,给予男性充分的前戏,他们的丁丁勃起会更加充分,坚持时间也会更长,性高潮时的强度也会更大,从而让双方都有享受到性生活的美妙。 当然,除了以上提及的四个主要方面,性生活前需准备的还有很多。 例如,缺乏性技巧的年轻夫妻以及饱受性交通的女性,可以提前准备润滑剂。 而身体情况特殊的人,则需要做一些特殊准备。 比如,关心病患者在病情稳定时,可进行性生活。 但要提前准备好消酸肝油类药物,确保发生胸痛、呼吸困难等情况时,能立刻停止性生活,并拿到药物舌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